时间真的是错觉吗? 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,对于世界有比其他较为低级的动物,有着更加明确的对于世界的认识。 比如,我们对于时间的概念并不是像动物那样全凭本能去感受的,而是根据社会的劳作、法律去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。 对于很多动物来说,可能只有白天和黑夜的差别,但是目前人类常用的时间单位已经精确到了秒,也就是一天的86400分之一。 对于动物来说,这个时间计算显然是没有意义的,但是人类却需要用时间去指导我们的一系列活动、社会才能够正常运转。 自古以来,人们都在不断地提高计算时间的机械的制造技术。 如今,我们的社会中还在使用专门用于计算时间的手表。 而在漫长的发展中,高级的手表甚至被赋予了证明社会地位的能力,是最顶尖的奢侈品之一。 当然,对于一个当代人来说,智能手机已经具备了大多数日常设备的功能。 当然,也包括随时随地掌握时间,而且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,智能手机的时间, 还可以随时在互联网进行校准。 几乎和天体的实际运动分毫不差。 从小小的计时设备上,我们也能够看出人类社会的变化。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。 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。 在时间的计算上,自然也不例外。 古人说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 我们根据昼夜的自然变化,将一天分成了十二个时辰。 其中,每个时辰还有自己的别名,比如夜半、黄昏、人定、日中等等。 很好的向我们展示了一天之中,人们的劳动和生活。 如果,古代没有钟表,我们使用日轨、低漏等方法来计算时间。 具体的时、刻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划分的。 在更长的时间计算上,中国的古人也展现了自己独特的智慧。 我们和其他文明一样,用月亮的圆缺来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。 但是没有星期的概念,而是十天一循,并且一年还有二十四节气来指导农业生产。 尽管现在全世界的通用力法已经统一,但是我们依旧在使用中国的传统力法,也就是我们口中的浓力或者阴力。 但无论是世界上的哪一种力法,主要都是通过天体的运动规律来制定的。 因为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,并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。 在中国的传统词语中,宇宙本来就是代表的时间和空间,正所谓上下四方约语,往古来经约咒。 肉就是时间了。 时间伴随着我们的存在,但是时间的本质又是什么呢? 我们往往用时间来形容天体物质变化的过程,但是改变的是这些物质本身,却不是时间。 比如,在古代,我们使用的时间概念是日升月落,但是本身在运动的也只是月亮和地球罢了。 我们现在使用更加抽象的机械电子计时,实际上也只是机械零件和电子元件在规律运动。 如果说空间是我们物质存在的本身,那么时间就是物质的运动所带来的观测结果。 但是和空间不同的是,时间的概念并不是对所有的物质都有意义。 如果一个物质处于静止,那么时间就不是这个物质本身的运动,而是其他物质的运动度量。 学习了唯物辩证法后,我们知道,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当中。 运动是绝对,但是我们同样也有相对静止的时候。 同样在人们的假设中,宇宙中也可以存在永恒静止的事物。 既然时间本身是一个单位,一个对于运动的形容,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,时间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错觉,时间其实是不存在的? 相信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说法很荒谬,但是却有一些人坚持着这样的看法。 而且这些人并不是异想天开,他们是人类科学进步历史上的重要人物,奠定了人们近代和现代物理学的基础。 那就是埃萨克·牛顿和阿尔伯特·埃恩斯坦。 相信大家对这两个名字并不会陌生,那么他们对时间其实是错觉进行了何种解释呢? 牛顿对于人类物理学的贡献毋庸置疑,比如他在力学上发现了三大定律,还通过苹果的下落发现了万有眼力。 此外,牛顿在光学的发展上也有重大的贡献,是一位罕见的天才科学家。 对于时间,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,那就是绝对时间的概念。 在他看来,人类观察到的时间流逝都只能够被称为是相对时间,因为我们的时间都是使用物体作为参考系计算出来的。 我们测量的是绝对时间的差值,而不是绝对时间本身。 在牛顿看来,绝对时间是没有办法被观测到的,只能够通过纯粹理论的形式来表达。 也就是说,我们现在计算的时间会根据观测者和观测方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。 但是,绝对时间是不会产生任何变化的。 也就是说,我们的相对时间只是人类的一种错觉。 牛顿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现代物理学将时空分开来研究的特性,但是也有许多还不够完善的地方。 不过,我们如果以牛顿生活的年代来看,它确实是一种非常超前的理论了,足以证明牛顿的伟大。 在牛顿之后,还有一位堪称是化时代的科学家,那就是拜因斯坦。 拜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之一,他的一生中提出了众多的理论,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相对论了。 相对论分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。 在狭义相对论中,爱因斯坦指出,时间只是人们的一种错觉。 因为时间的流动速度会受到宇宙引力的影响。 黑洞是宇宙中引力最强的天体,黑洞周围的重力也非常惊人。 时间的流逝也会受到黑洞引力的影响而变慢,因此不是绝对不变的。 总而言之,不管是爱因斯坦还是牛顿,其观点在大体上都是一样的。 那就是时间只是一个完全人造的概念,是方便我们去观察物质的运动才诞生的。 也就是说,时间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,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才出现的。 尽管在学术上是这样,不过这并不代表时间概念不该存在。 对于人类来说,这样的尺度有其必然存在的意义。 如果我们失去了时间的概念,那么我们的社会必然会陷入一片混乱,因为我们没有了一种重要的指导理念。 世人不愿意接受时间只是错觉的真相,因为时间早已经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,甚至是人生概念的一部分。 作为一种有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的生物,我们身体的变化实际上和我们的时间概念息息相关。 只有根据普遍变化的规律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工作,我们才能够合理分配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,而自己的身体又将怎样变化。 就拿我们平常上学上班来说,规定的时间都是符合人们身体的基本规律的。 能够在保证效率的同时,不会让我们透支自己。 按照自己身体的变化来安排行为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生物本能。 但人类将它做到了登峰造旗的地步。 它指导着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,比如能够观察我们的微观世界,研究各种微小的粒子的运动,因为它的本质上其实也是时间的一个尺度。 对于人类来说,时间不仅是一种工具,其实也是研究成果本身。 对于我们来说,其他的理论工具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 很明显,在今后,随着人类科技的继续进步,随着我们对于宇宙更加深刻的认识,时间的概念还会继续更新。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,最常听到的就是告诫要珍惜时间了。 对于人类来说,时间是有限的。 我们将使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自己的人生,正是因为人类的生命有尽头。 所以我们才会在自己的时间里不断地前进,试图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,证明自己的价值。 我们不能够预料未来,因为我们的时间概念是线性的,无法回溯,无法跳跃。 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生命将会在什么时候迎来尽头。 所以需要更加珍惜我们所处的当下,才算是对生活的热暗。 对于整个物质世界来说,我们的存在是永恒的。 因为物质的总量永远守恒,人类的出生和死亡只是改变了一种存在的形式。 毕竟在我们的概念中,时间也是用来衡量物质的运动的单位。 因此可以说,物质不会凭空出现和消失。 但是,我们本身的存在却只有唯一的一次。 不管是在那之前,还是在那之后,都不是这个真正的自我。 所以,时间和我们自己都是珍贵的。 我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活,在世界上的每一秒。 那就是我们不会注意的奇迹。 我们的旅客也认为自己很深信任.